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1388集 撤 韩冰猛地回头冷声说道 来都来了你竟然让我撤 这里是华夏是金门是你的地盘 不是他们的地盘 这个我 我也不是为了防止出现更大的伤亡吗 罗进神色有一些汗颜他说道 我说句不好听的 都过了这么久了 你们那个同事可能已经遇害了 你说什么 不成的面色寒冷 他怒声地呵斥罗进一句 因为下意识地这么一喊 所以声音有一些大 众人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吼 吓得身子一颤 倒不是害怕他 而是害怕被屋里的人发现了他们 他们皆都是神情警惕地抬头 朝着屋子里扫了一眼 见整栋别墅里仍旧静悄悄地 没有任何的异样 这才都长长地松了口气 但是罗进的脸色倒是没有丝毫地缓和 他甚至惊慌起来 急忙凑到寒冰的身旁 第一声说道 韩长官 看到没 我们发出这么大的声响 他们不可能听不到的 但是他们却故意按兵不动 这分明就是要等着我们进去送死 跟他一起来的一众手下 也都是面带惊恐 似乎有一些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里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 韩冰眯着眼睛冷声说道 韩长官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劝呢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这帮人的实力非常的不简单 我们明知道前面是刀山火海 我们为什么要让兄弟们进去白白送死呢 罗进的声音急切地说道 他不是怕死 他只是害怕会害死这一帮兄弟 我说过了 我对他们的了解程度不亚于你们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韩冰沉着脸说道 如果这里真的是隐修会在华夏的一个秘密巢穴 那他们攻进去确实会产生不小的伤亡 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林雨在里面 如果真如不成所说 林雨中了麻药昏迷过去 那他们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才赶过来 林雨或许早已被害 但是他不亲眼看到林雨的尸体 还是不愿意相信 林雨就这么死了 这样 一会儿我冲进去看看情况 要是发现有异况 你们就抓紧时间逃走 要是情况在可控范围之内 你们就冲进去 助我一臂之力 韩冰沉着脸冷声说道 韩长官 罗进苦着脸急忙劝说 你 您这又是何必呢 韩冰抬手打断他 沉声说道 他是我的战友 而冲情数 从不放弃一个战友 说话间 韩冰迅速地朝着灯火通明的屋子冲过去 我跟你一起 不成冷横一声 接着身子急速朝着韩冰追去 还有我 百人图沉声说了一句 已经迅速地跟在了不成的身后 三人一起朝着客厅冲过去 哎呀 糊涂啊 罗进有些惋惜地叹口气 不过他眼神却一直关切地追随着他们 在韩冰带着百人图不成进入客厅的刹那 客厅的灯瞬间暗掉 接着一个身影迅速地窜了出来 身形凌厉地朝着韩冰攻过来 极富攻击性 不成和百人图没有丝毫地迟疑 齐齐朝这个身影攻过去 三人瞬间便站坐了一团 罗进瞬间面色大变 借着微弱的灯光 他依稀看到了屋子里有四人在缠斗 尤其是看到韩冰 不成和百人图三人都打不过这个突然冒出的黑色身影 他的心头瞬间惊恐不已 果然呢 传闻是真的 这个庄园里的人皆是一敌十的高手 队长 我们撤吧 这个时候他身后的一个手下声音颤抖地说道 这吓得脸都轻了 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睁大了眼睛 盯到屋里看 压根看不清楚那四个人 只能看到一道道虚影急速闪过 速度之快 令人惊骇不已 宛如在看快放数倍的录像 罗晋咬咬牙接着一巴掌拍在手下的头上 力声骂道 撤你个头啊 人家不放弃战友 我们就能放弃吗 怎么着我们也是同胞 给我上 话音一落 罗晋便率先地摸出了手枪朝着屋子冲过去 而军情处的一众成员也早已冲了出去 开枪杀了他 但是千万注意 别打错人了 罗晋急切地冲自己手下的人喊道 不过就在他们一帮人冲到客厅的刹那 便发现屋子里的四个人竟然已经停下了打斗 而这个时候 韩冰发出了一声惊呼 佳容 是你 原来刚才突然跑出的黑影 其实是林宇 韩冰 布大哥 牛大哥 林宇此时也认出了韩冰他们 顿时感到意外 哈哈一笑 真没想到你们竟然能找到这儿来 我还以为是这帮人的帮手到了呢 说着林宇便直接将屋子里的灯全都打开 灯光照映在韩冰和林宇他们的脸上 几人对视一眼 接着不由哄笑一下 韩冰长长地出口气 跟外面的罗晋等人解释了一声 接着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林宇问 佳容 你怎么逃出来的 说话间 他突然注意到了林宇浑身上下仿佛被血洗过的衣服 身色陡然一变 一个剑步便窜上去急声说道 你 你受伤了 说着 他便将随身携带的一管纸血生机药膏递给了林宇 看到林宇身上的触目惊心的伤口 眼眶 默得便有些泛红 没事了 都是些皮外伤 林宇摇摇摇头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结果韩冰手中的药杆往自己身上抹了抹 这 这位就是何队长 罗晋进来之后上下打亮了林宇一眼 看到林宇此时血迹斑斑的衣服不由睁大了眼睛 神情间闪过了一丝惊骇 不错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何队长 韩冰点点头沉声说道 同时他跟林宇介绍了罗晋 罗队长 你好 多谢你带人来救我 客气了 何队长 罗晋有一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冲林宇疑惑道 这 这屋子里的人 都走了吗 他以为这个屋子里面的人因为什么缘故走了 所以才保全了林宇的一条性命 否则林宇怎么可能还会好端端地站在这 哦 没有 他们想走来着 我没让他们走 林宇一边抹着药膏 一边不以为意地笑着说道 没让他们走成 罗晋顿时大惑不解 茫然说道 那 那他们现在在哪啊 哦 在里面呢 林宇朝着客厅里面指了指 罗晋好奇地迈步 探头进去看了一眼 接着身子猛地打了个机灵 瞬间惊骇地张开嘴巴 直觉头皮发麻 只见此时大厅内侧的欧式宽桌餐桌上 竟然齐整整地骂着八具尸体 跟着罗晋一起进来的一众警察 看到桌子上的尸体之后 顿时都惊骇地倒吸了口凉气 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倒不是因为这儿死人死得太多了 而是他们已经认出了餐桌上的这几具尸体 其中有三四个人都是这座庄园的 还有一个就是打伤他们兄弟的老管家 而这帮人的身手那么厉害 此时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具具的尸体 所以他们深深地被淋雨的实力所震撼到了 再见